在未正式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今天我們的整個溫單 首先我們會由我們的同事在現場大觀看漂亮的一面 即是公園或者小區 接著就會看樓盤和示範單位 最後我們就會由樓盤播行去附近的鐵路站 那邊是舊城區 我們都想給大家看一看差的一面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這個項目 今天的活動我們就正式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的客戶參加我們今天英國的體育團 今天我們會參觀的項目就是倫敦Deford的Foundry 現場很多都是我們的舊客戶 有些參加過我們之前的移民講座 有些參加過我們樓盤戰招會 在這裏很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會由我們駐英代表Grace Chan 在英國當地帶大家去看樓盤 另外由我們移民部總監Anderson 會幫大家去做個樓盤的概括性的簡介 另外還有我們公司是英國事務專責的Anthony Anthony就在97前因為爸爸是紀錄部隊 他的護照是送的 小鶴五年級就去英國讀書 然後回到香港 而本人就是中營移民董事洪錦森 Jan Jan 簡單說 今天我們舉辦一個網上體育團的原因 就是之前很多客戶對英國倫敦樓盤都可以有興趣 但是大家都是想等疫情過後再現場體樓 但是現在看情況 應該什麼時候可以自由地旅行呢 今年內都未必可以 另外我們見到美國、澳洲、加拿大等等的地區樓價 其實《東方日報》這段時間都不停創新高 而香港的樓價升得更誇張 如果說到樓價升得最誇張應該就是深圳 我們鄰近的深圳 樓價升到政府就出了一個應該全世界最誇張的政策 就是直接限制二手樓買樓的價錢 不可以高過政府的指導價 所以深圳現在的樓 二手樓全部五折大籌分 不過五折 業主當然都不是傻的 業主就直接封款不賣 深圳的成家量跌得很重要 我們看看英國樓我們自己賣的樓盤 其實在過去一年 反而英國倫敦又好 慢性又好 其實樓價又沒什麼升 所以我們想在這個樓價未升之前 去跟大家看多一點樓盤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叫了我們主英代表Grace Chan 跟大家看一個現樓項目 這個時間呢 我們交給我們英國的同事Grace Grace Chan OK 好多謝大家今晚的時間 我叫Grace 其實我現在就住在倫敦這邊的 那我今天呢 就會跟大家去介紹Death Fox Foundry 那其實這個樓盤的最大白色呢 是什麼呢 就是兩邊的出入口呢 都有一個很大的公園的 所以我現在呢 就在其中一個公園 叫Foxone Park那裡 那這個公園的最大白色呢 就是它有一個滑板的場面的 那所以變了呢 就很多人會來到這個環 那但是Anyway 其實呢 就是六月倫敦的天氣是相當好的 你們見到大家 就是見到那些人都出來曬太陽 在一個公園那裡 那所以呢 其實只要你的居住環境 是有一個公園的話呢 其實呢 有一個好出租 是一個樓盤來的 那我現在呢 就慢慢跟大家走回去 我們那個樓盤那裡 那現在出租 因為剛才呢 可能會看得漂亮些 因為呢 因為我們樹蔭 那現在出來呢 就應該是正對著陽光的 那你鎖一下 可以 等一下 我要試一下 那可能會好一點 車的 那你就會見到這個公園 其實就 所有人真的 走出來曬太陽 是一個好多人的公園來的 其實這個公園都很大的 有些公園的另一邊呢 它是直接有一個祠堂 就是有一個 好像一個祠堂那樣的 那些河水 有一個河堂 對 但是我沒有走到那邊 那因為最主要呢 就不想花太多時間走來走去 因為最主要是 其實由我們這個公園 走回一個樓盤呢 就真的很快的 兩分鐘 但是 門口到門口兩分鐘 但是我現在進去了那個公園裡面 所以就 所以 可以走得太快 所以 可能會 拖長了一點點的錢 那 我試一下 現在 現在我看到好像黑黑地 不好意思 因為那些陽光的變化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這裏看 落景很美 沒有問題 可能我這裏看 OK 那剛才呢 就是有個小山丘 很多人坐在那裡曬太陽 那現在這邊呢 就剛才我說了 那是那些滑板牆 那也是有些兒童遊樂的設施 那所以你會看到呢 其實就很豐富的 一個公園 也是相當有人氣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就是我們倫敦的 1點41分 下午的時間 一個午餐時間的時間 那都很多人出來了 走 那我的速度是OK的嗎 大家會不會 不會眼花了吧 OK 沒有問題 嗯 那就好了 那其實呢 好 那我轉回向前 其實呢 你看到現在的正前方呢 那個洞洞位呢 其實就轉出去 就是我們那個樓盤來的 這裏都是一個公園 其實如果呢 因為我現在用的Airport 但如果其實現場收音呢 你會看到呢 其實那些人除了玩開心一點 小聲呢 其實那些人都放一些音樂啊 又或者呢 其實這裏真的像看沙灘的 因為我聞到那些人 爬太陽油 所以呢 其實真是一個 就是在這裏 很舒適的環境 那你都看到沒有啦 大人 或者小朋友 都會來這裡的 對了 也是很多人會踩單車的 好 那我現在走 加快一點點的補費 因為已經是 差不多完了 公園 那我就會回到 我們的樓盤的位置 那其實你看到這裏呢 都不是一些很多高樓大廈的 因為主要都是一個 周邊是住宅區為主 那我們的樓盤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一個很短的路程 一兩個站 那其實它就會出去 去 Fang啊 London Beach啊 或者金屍寨馬頭 那但是本身它那個居住環境呢 就是非常有限的宣識的 好 那我去吧 其實你會看到前面 過了一條橋 其實這裏的區呢 Fang的區呢 另一個大角色呢 就是很多橋底的 那 那 挺有特色的一些環境 那大家會看到前面的 那 的右手邊呢 其實已經是樓盤的 右手邊 右手 很方便 就是去公園玩完 新水新航呢 就可以大方便回家 那其實我們的樓盤呢 就是有辦公園的住宅 不是一個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們現在會上去看的 叫Como Tower 那它就是一個高塔形 那就是22行空 那整個項目呢 其實就有216個單位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 可以說是這裡的地標 因為是最高的 那所以那個景觀呢 應該是相當海面 開亮的 那還有呢 周邊呢 其實是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去 City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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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金屍藥的買法 甚至乎呢 其實可以看到 去你這間城 那個新的項目 Como Tower 那邊都有的 那你見到 都很多人在那裡 放狗的 那這個剛才我說 但我們現在要入 我沒記住 那這一邊入口第一個部分 那待會我會和你 在另一邊那裡 走出去 那我會路過另一個部分 好 Hello Hello Atlas 是 這是快點燈代表的同事 那就是香港人 好 那我們進去了 那麻煩你幫我們帶路 謝謝 我們現在都是上十樓 好 我們上十樓了 我們會去看一個 兩宗的示範單位 好 我們現在先看 兩房的示範單位 對了 這個呢 就是十樓的單位 那這個是一個示範單位 好 大家可以看看 即 門口 其實你見到 那個走廊位 全部都很闊的 很美的 OK 謝謝 好 那進了門口 之後呢 那我們可能進入主人房 這邊呢 我們就先先把主人房 我們這裏 就是向東南位 這個主人房呢 還大了一個陽台 還有這個廁所 那大家看到這邊的景觀呢 是相當之開陽的 對 那它就是向一些排屋的 那你看到附近都是一些 就是低密度的住宅為主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 然後就拜一個廁所 套餐 對 那其實呢 你會見到 我們其實就看到 看著自己的樓盤 隔壁就是一個鐵路站 那其實整個區 所以你看到 都是很成熟的 好 那我們走出去 還有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 同西角有的衣櫃位 那你就可以 對 裝飾方面 就相當一點 相當一點 好 好 繼續出發去了 然後呢 那轉彎呢 隔壁就是一個 另一個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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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都是同一個方向的 大家看出去 那這裏就是一個 洗衣 幫衣機 還有一個 剛才這個是雜物房 哦 這個是雜物房 洗衣房機是另一邊 剛剛我們 我們 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多的東西 雜物房 所以其實 那個空間是很多的 就是放東西 是很方便的 然後就是 另一個布置 另一個廁所 對 另一個廁所 這個就是 這個就有一個 洗衣機的了 那個是洗衣機的 那個是 MASA的那個 那我們 我們進來 就進去看看 我們將公司 潑落的 這個 對 這個 看看我們的廚房 直接戴著生 我們的電器 都用回西容 嗯 我們看到 我們都會有很多 有很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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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用白色 都是 比較簡約 一些 簡潔一些 看下去 好 對了 最重要的 一個雪櫃要夠大 對 外國生活都是 買很多食物 對 我們看到這些 我們在後面 其實有一個 很大的位置 可以做廚房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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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本來就是 有兩個 fix 了的睡房 但是在 一個 living room 那個 area 那裡 大家會看到 其實很大的一個空間 那現在呢 就將它 一邊就放了餐桌 廚房 位置 另一邊 就梳化椅 電視機位 所以它在這個 左手邊 就變成了 一個書房 所以這個書房 其實都很大的 真的可以 如果喜歡 邀請朋友 可能這個 變成了另一個 偏廳 又或者 多人的 有朋友來 Stay 其實一個客房 都是可以的 所以空間夠大 其實就真的很 flexible 好 這個其實三間 兩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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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客廳 位置 其實都是看同一個景觀 所以都是很開揚的 十樓 都有開揚的景觀 剛才有 現在火車是經過 我們在室內 其實都 聽不到聲音 因為是一些雙盆 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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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 就是有一個 爐台 爐台真的很大 我們出去爐台 看看室內空間 和所有聲音 有另一輛火車 進來 大家會看到環境 今天真的很好天 直望那邊大家會看到 The Sharp 接著是City View 火車正在進來 其實現在這個方位 因為前面有支柱擋著 兩輛火車走 說回方位上 其實如果你看到前面 是有牆壁 就是大廈的牆壁擋著 其實這個方位 就應該是望回去太不適合的 是的 其實是我們的正北面 那邊也是有李嘉誠的一個新項目 所謂的香港城一新項目 待會我們會在高層一點 會上去帶大家去看看 因為這個單位主要就是有 示範單位有漂亮的家具給大家看看 還有室內的環境很舒服 我們回到旅遊 可以 好了 關了窗其實真的很安靜 這間屋 好 我們就這個示範單位 就看完了 就是兩房的單位 單位的細節 然後我們同事會再跟各位下輩 會去說回 實際面積 價錢 有些什麼優惠 好了 我們要上去上面 十九樓了 希望一會 訊號會好些 好 好 你看到其實走廊的位置真的很寬 很棒 又不行 又不行 不知道怎麼搞 一出到這裡就飛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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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 some 公司路西館 還可以看得出 下 hij是 所以其實景觀是開陽的 如果人有1.8米高的話 其實景觀是很陪的 我因為1.5米高 所以就要高腳 在泰晤士河的邊 其實就是我們說阿里加成 他有一個新項目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和我們的樓盤 其實位置是很長的 我們是十分鐘的距離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樓盤 有這麼大的可能性 因為周邊是有一個很大的規劃 我剛才說回 因為我們的居住環境 兩邊是有很舒適的居住環境 但是你去回房間的地方 去到金斯約曼頭 或者是去那邊 我們就是飛行方向 其實他們都是很近的 只是說十分鐘 其實就是一個很幽遠的地理位置 你也享受到一個寧靜的居住環境 怎樣 Gracy 麻煩給我們看一下 路台有多大 對了 你剛才拍了一些景 現在拍了路台給我們看一下 很誇張的大的 但是就有些板 可以鑽住一下少少 還有應該很大風 聽到那些風聲 但是這裡很誇張 你應該是可以在這裡做Party 就像是一個特色單位 對 看回我4Pen 看回我4Pen 就會知道實際是有多大的 各位客戶 稍後我們準備一個PowerPoint 亦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看這幾個單位的4Pen 或者其他精選單位的4Pen 好 趁著Grace去Fusion的那個 期間 我簡單講講剛才看那個單位 剛才看那個特色戶 其實那個叫做Cobot Tower 那就是54號單位 那就是19樓來的 那就是 基本上剛才看過那個 大概那個景觀 那個是兩房單位 那價錢是75萬6千左右的 那露台其實就有兩個的 剛才我們看了大那個 那個是369呎 另外還有一個露台呢 其實是77呎 就比較正常一點點 那就放一張桌子 啊 喝茶 那樣的 剛才那個地方呢 就可以叫做這七八十四 又過來 一起開個Party 那樣 都是 室內 室內的面積呢 就是753呎 753呎 那 那我待會我在那個 總計的PowerPoint裡面呢 也都大家會見到 虎欠圖那個積的 那就是 那就是 Open Fiction 那就是 基本上那個 還有那個 那個樓層是19樓來的 樓層是19樓來的 那就是 19樓來的 19樓來講呢 在當區呢 在Batford那區呢 基本上都算是一個 差不多最高的一個 C樓的物業來的 其實剛才大家都看到的了 附近呢 都是很開揚 沒有很多 其他建築會 會阻擋到那個view的 那 就 再等一等 Grace 先 啊 現在去Fusion 去了Fusion 我們現在 OK 即是矮一點的 好 可以三個樓層 是的 那這個單位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連租約賣的 但是暫時 它就 這個單位已經賣了 是的 這個單位其實是賣了的 那 其實有其他 一些同一個職 但低層一些的單位 可以選擇 那它因為連租約賣的緣故呢 其實本來就是有租客的出客會 會出出入入 是 那你見到現在的所有的傢俬呢 是連賣送的 那就是一些茶几啊 梳化椅啊 椅啊 是連賣送的 那還有你都會見到呢 其實他們管理公司 是做得相當好的 那租客搬走了之後呢 那個清潔啊 或者家屋那個 那個 那個打理呢 是做得相當不錯 那剛才Annis 也有介紹過了 那廚房的 有黃西門寺 那這個呢 就有個露台位 走出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呢 就是內圓景來的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環境 或者看一下對面 你看到那些露台真的很大 所以那些人是放了 整張餐桌拿出來都可以 那今天也很好天的 好的 好 那我們進去 那你也看到呢 其實這裡呢 那些窗是開到的 那外國其實那些窗 又不像香港那種開發 那是斜斜的斜角 透氣而已 好了 那我轉回去睡房位 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看到那個空間其實都很大的 那其實都很多一些 那就是 就是一個浴室 也是一個浴室 也是一個浴室 就是門口有一個浴室 先的 那接著就是前面有一個廳 然後這裡呢 謝謝Alice 那這個就是 這邊 我先看過 對了 洗衣 好 不行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個走進去就是兩間睡房的位置 來的 那這裡就 也有些雜物的櫃 那就是呢 那上面呢 上房我們可以看到了 有床架 床褥 兩邊的小矮櫃 那其實都是連著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套房 有洗手間 那這些是最好出租的 那也是連著有個衣櫃 那也是我們的鐵路 那所以陽光是很充足的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房 這個房就沒有衣櫃 那要自己去配 那這個房呢 反而是有個露台 那露台真的很大 好了 謝謝 這個就真的很貼的火車軌 看著我們下面的 但其實聲音不吵 現在是 其實環境很舒服 真的 好 那其實示範單位 就看到差不多了 大家會不會有些什麼 特別的意見 需要我們補充一下 那不然我們會帶大家 到我們項目的環境那裡 還有大家會去鐵路站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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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項目呢 其實這個項目呢 就是Fusion的單位 都是可以連租入賣 其實是很方便的 特別適合一些 就是有些香港的客戶 都是說會先出租 然後遲些會自己用的 自己用的 就剛才提過了 居住環境啊 設施上面也是 很好 好 那我們就 走了 可以沒有 可以浪費 其實也不是那麼多廚宅 你能看到真的那個走廊位 那麼大那麼寬落 而且它也不是長走廊 因為外國很多樓可能都是長走廊 好像酒店那樣 那今天就麻煩了 Annes 幫忙介紹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連到Annes 幫大家看樓的 有美女帶大家看樓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看完三個自販單位呢 有深水清的朋友會看到兩個問題 那英國樓呢 對比香港樓來說呢 它的樓底是沒有那麼高的 那第二呢 它的裝修呢 是簡弱一點 但是好處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們的護形呢 就寬落很多的 好 那麼快下來 交個時間給你 好 那你介紹一下 好 剛才大家看完一些自販單位 那我們現在回到社區那裡 剛才也說 我們慢慢移動一下吧 剛才呢 我們在正前面 高屋的Tower 高屋的Tower 那裡 入口 我們的公園就是那邊 剛才 那現在呢 就在樓盤的中央位置 那其實剛才呢 這個Tower Tower 就在這裏 入口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這裏 這個單位 看到這裏的來源 的景觀 那我們現在呢 就走回另一邊的出口位置了 那你見到其實呢 這裏的下邊呢 就是住宅來的 那去到前方 那下面的單位 就不是住宅來的 那是做了一些 藝術創作的一些工資 那裏有一間 桌碑的 那所以其實住客呢 基本上 可以很輕鬆地 這樣落樓下 就可以 到樓盤 就有一點點簡單的設施啦 那你見到樓下 其實可以有一些 樓下的住宅單位呢 就會來的 屬於住客的 那他們都會放一些 椅子啊 有些設計在那裏 那這裏呢 其實呢 那項目呢 也都是有一個concelage 位的 那就是這裏 就是前面 就是一個concelage 位置 就是有什麼需要可以 這個項目裏面 都會有一些員工 去幫大家處理的 那下面也有些單車位 可以拍單車在那裏 對了 你見到呢 那些人住 在樓下 就放了 就避下一個平台位呢 就帶到可以 買餐桌的 多個廳用的 其實是可以 好 那剛才我講的 我們呢 其實呢 整個項目 另外一個特色呢 就是除了住宅之外呢 它有一個 藝術創作的公司 就叫 Second Floor 那它呢 就進駐了這裏 其實他們呢 就是把下面的一些 空間位置呢 就出租給一些 藝術創作社的 因為我們的項目 大家都會看到 全部外牆都是灰色 那其實 我們整個項目的前身呢 就是一個 在1841年 當時呢 就是一個 錢幣的駐造廠 那都是一些工藝工匠 那現在 其實 做了住宅項目之後呢 它引入了Second Floor Art and Studio 這個公司呢 其實它就會將 很多不同的一些 藝術創作工作者 就招聘了 在這裏 給他們租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 畫室啦 陶瓷啦 那 其實全部呢 下面都是出租了的 不過但是 因為其實這些藝術工作者 大家都知道了 工作時間 就未必很定時的 那所以呢 就未必是大家打開門口 那但是呢 我想你都會看到那些 這些擺設在這裏 這裡有些陶瓷 所以全部 其實下面的空間呢 都是出租了的 這裡我就給大家看了 就叫做 Second Floor Studios and After 那其實它就是 負責了下面 下面 樓下這些空間呢 就會出租給一些藝術工作者的 那這裡呢 就是另一個 出口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再看一個 方便呢 會看到我們的項目呢 其實是 好像前後都會有一個 出口的位置的 那所以都很方便 那但是你都看到了 其實一般也都不會說很窄的 因為不會說有些人 偏偏偏在這裏 去經過的 基本上都是住客啊 剛才好 就是炒單車啊 放手啊 現在不太滑板了 應該也是一個 好 很 派遞的一個 它是住環境來的 你們也能看到 Second Floor 其實也有不同的 一些Studio 是沒有的 進去吧 就應該都是一些畫 在一些畫格上 全部呢 都是 出租 座的 好 那其實呢 我們項目的介紹呢 就差不多到這部分了 那再給大家看到一次 這個項目上面的規模 的周圈 我們自己的選擇 那現在呢 我們要和大家 回去鐵路站了 那等大家送我回家 我也要把鐵路回家 那我們今天呢 會分開兩部分 那一會兒呢 就會有Grace 由這裏走過舊城區 剛才有人在 留言區那裏問附近 有沒有商場啊 有沒有學校啊 那轉頭呢 我們都會有Grace 帶我們去看看的 剛剛我們看完三個示範單位 和樓盤啦 那我們都準備了一個 PowerPoint 和大家 用數據化去總結一下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東西 因為可能 剛剛 Grace一邊說 一邊介紹呢 大家可能未必記得清楚 那我一交個時間 給我同事 Anderson 用PowerPoint的形式 簡單地幫大家 去總結一下 Grace 你可以這裏 這個位置 休息一下 好 那 多謝大家的耐性 那 那 現在呢 我就會和大家 做一個總結 那 因為剛才看了這麼多的資訊 都需要知道 一些資訊上的東西 那 樓盤的名字 這個樓盤叫做 Anthology Deathford Foundry 這個樓盤的名字 剛才有些朋友問過地址 Moulin Deathford 這個樓盤就是SE14-6FA的 那很多深水清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你有個Postal Code 那便會請到 那個位置在哪裏 那另外呢 那個 Council的話呢 就是 Lewis 在倫敦的 倫敦的 是999年 那 那 跟一般的新樓都一樣 那 落成之後 有十年的保養 那 合共有 9座的 那 大家會見到右手邊 那個圖 那 遠景的圖 和右下角 那裏 就見到那個 撫嵌圖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 本呢 就是 大家可以見到 就是 這裏 看到一個Mouse 的位置 高那一棟就是 Copo Tower 那一棟是Copo Tower 剛才就說 有已經現有租約放租的 那是Future 一個Mouse 這棟呢 最高就是6樓 矮一點的 那 那 適除專便 有些人喜歡 景比較好一點的 那 可能高一些那一棟 那 另外呢 就是 那個 費用那上面 那 那 那 地租呢 基本上是流價0.1%左右 就是 例如 450港幣左右 500港幣 600港幣左右 那 那 管理費呢 就兩棟不同的 房租的房子是3.79元 高的房子是3.99元 Council Tax的Band 都是Band C 和Band D 就是一千多元英鎊一年 樓價那裏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房的單位是46萬1千元 已經是585呎 以及包了露台 這個盤所有單位都有露台 露台是53呎 如果兩房的單位樓價大概是59萬8千元 756呎 再加露台是76呎 另外三房的單位是83千元 室內的面積是918呎 還有剛才有展示一些特色單位 空中花園的四百多尺 另外下面都見到是現有的租金 租金的單位其實就是一房大概1300呎 兩房大概1700至1800元之間 三房會比較貴少少的 可以租到2100至2500元左右每個月 Fusion那裏提一提大家 Fusion那裏就是連租約買的 大家買了之後即時現有已經有個租客在用的 另外大家看一看一看一房的租大概是怎樣 我可能會說得快一點點 就是剛才我說的46萬那裏 四四方方都有露台右邊 53呎 500多呎室內面積 另外兩房的單位就900多呎 63萬左右 這些是兩房的Fusion那個單位的 連租約買的 這個是連租約買的 適合投資的朋友 另外這裏就是Fusion那邊的特色壺 這個單位剛才沒有去看的 不過也展示給大家看是多划算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有兩個大的花魚人 一個就是六樓來的 一個就是237呎 另外一個就是451呎 室內的面積 實用面積都有945呎 只需要814000磅 那就有了 在香港來說這些特色料 就肯定不止這些價錢 另外就是剛才看高那一棟 19樓那裏 就說跟大家review 就是剛才看過的那個單位 那那個露台那個面積 就369呎 剛才我們一起看那個露台 另外一個小一點的陽台仔 就77呎 大家見到我摸紙的地方 右下角這裡 這個小的露台37呎 這些是兩房單位來的 室內面積都735呎 還有19樓高 大家可以見到我這裡 都查了一個景觀的圖 剛才大家也看過 有景觀 有這些那麼高 又有花園的特色戶 都不是貴樓下的單位很多 貴萬多兩萬磅而已 所以就會比較有優勢 另外 為什麼我們其實強調這麼多 就是今天要介紹這個Deford Founder這個樓盤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深水星的朋友 可以留意到 上年的7月 一周刊都有報道 李嘉誠 誠哥 在附近 在Deford附近 就有個所謂的千億香港城 他的報道是這樣 報道千億 沒有一千億也有幾百億 那究竟這個位置 跟我們的樓盤相距是多遠呢 剛才Gracel說到很近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鳥磡圖 可以這樣說 鳥磡圖這裡 中間這裡 我指著這裡 就是我們自己的樓盤 樓盤在這裡 城哥的樓盤就在我右邊指著這裡 那個樓盤叫做Coinvois Wall 如果我們從我們的樓盤走過去的話 就只需要十分鐘而已 另外為什麼有這麼多優勢呢 這個位置 不只是說我樓盤 就是for這個地方 原因是很簡單的 由這裡去坐火車 坐火車和地鐵 去回舊金融城Cannon Street那邊 車程只需要十一分鐘而已 去回新的金融城Cannon Wolf那邊 車程只需要十五分鐘 例如由我們的樓盤走去火車站 或者地鐵站 大家會看到就是十多分鐘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30分鐘的生活圈 而且可以到達兩個金融城 為什麼 這個也是李先生看到 這附近的地區 將來值錢的原因 如果觀光地點去Lun Dun Beach 都是需要六分鐘的車程而已 所以各樣東西都幾方便的 你們交通上 另外 另外 這裏是 和大家深入了一些 這個盤的 重點的 注意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日年真實租約出售 大家會見到 1300元 一房是1300元 可以租租到 兩房是1700至1800元 三房是2100至2500元 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當我們如果可能有客人 是準備去移民的時候 你移民去英國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不一定知道 在哪裏打工 小朋友去哪裏上學 也都不知道 但是你有棟樓 很肯定是收租的話 可以用一些租金 去任何英國的地方租樓去住 住得差不多 才再決定 長住在哪裏 所以那個 Flexible 第一件事 其實是剛才提過的 位置那裏的優勢 第一就是 它在Song2 和新舊金融城中間 在30分鐘的生活圈 你去新金融中心 舊金融中心 這麼方便 所以你為什麼 會這麼多人租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就是 那個樓間 那個升值潛力 那裏就不懂 其實不用我講 這一部分就是 李桑他這裏 他扔這麼多錢 在我們附近 買了這麼多塊地 又建了這麼大的 所謂的香港城 請回原團隊的人去做 香港這邊融開的團隊 還有會是做一個碼頭 過去這個 金融中的碼頭那邊 即是他那個 會自己建一個碼頭 那就是天星小輪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這個樓盤的潛力所在 剛才我們走的路線 我和大家 在地圖上講一講 剛才 Grace就在1那個位置 地圖那裏 大家可以看回 右邊 右邊 就是我的按鈕指著的地方 由第一個公園那裏 走到2那個位 就是我們樓盤 Tobo那個塔環 還有看了這個 Fusion 的時患單位 那跟著3那裏 其實剛才他們 幫我們show了下面的圓景 圓景的 接著下來 就是由3到4那裏 4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 那個 New Cross的 Station 這個 Station 有Tobo也都有 這個 Rail的 那這次走的路線 其實就會比較 專程繞了少少路 大家可以見到 如果你直走的話 其實11分鐘 就可以看到地圖站 這次就會轉到右邊 再經歷一個大一點的公園 之後再轉回去這個地圖站 那就show a show 給大家看附近的街道的環境 還有綠化的情況 基本上你會見到 其實在地圖都可以見到 圍著我們的屋 左上角 剛才看到的公園 之後會見到 其實你看到右邊 都還有兩個公園 所以綠化的環境都不錯 那這裏 我的介紹到這裏 好了 那我們交回時間給現場的Grace 另外 我們都想給大家看 那個 舊城區 朋友問 買東西 讀書 一定方便的 不過舊城區 有好的一面 就是位置好 但也有不好的一面 就是旁邊不近樓 或者環境會不會很差呢 今天我們都想跟Grace 帶我們來看看 我們想好的給大家看 壞的都給大家看一看 好 那Grace 交回時間給你 好 那其實我就說回路線 大家向正望 看到的就是 剛才我們那個出口位 那我走了一段少許的路 在這邊 等我們 看到英式的的士 那我就向這個方向 現在我們就走過去 那個鐵路閘那裏 那裏 那裏我們可以看到是一個Church的 其實呢 我這邊呢 都是靚仔的 只不過是不同的東西 那裏 這邊就會是相對 會是舊少少 那 那裏表現到 其實那個盤最主要就是 一個周邊的環境 都是正確的 那裏 所以就不要擔心 即是沒有配套 沒有設施 那裏 那你見到 那裏都是 一些低密度的廚格 那裏 前面都是個小的公園仔 那我們就轉回 那裏 那裏 對啦 看到前面呢 我們也是有條 小的 我們要在下面裏過的 相信大家都會見到 好 我要過個馬路 先 對啦 看到一路都在那裏 很多人都會踩單車的 那所以其實呢 那些人都不用說很擔心 有時候交通的配套 或者是生活上 其實踩單車都是很多 本地人的一個選擇 尤其是歐洲現在很多地方 很多苦力 大家要做環境 那所以踩單車 其實踩單車 其實踩在歐洲很多地方 都是一個主流來的 好 好 好 然後就是火車 那我們是火車去大陸 走過了 你看到這裏其實 這裏的路都是很闊落的 所以其實也不會是覺得不舒服的 這個環境 反而是一個比較地道 本地的舒服環境 好 轉出來這裏 其實在外國 在英國都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小店 所以你看到應該有一個小店 走出來 可以買一些 好像我們所謂的那些酒 好 所以其實走出來 第一個點已經可以給你買東西吃了 可以補給到 你的生活需要 買生果 麵包 雞蛋 等等 沿途這裏 你見到其實街道 很多繁忙 始終都是中秋 都是一個核心社區 周邊的環境其實是 剛才有朋友可能就問學校 我見到少年是一個學校 這邊也是一些主宅 這間學校應該我們會經過他的門口 他應該叫做 Defport Queen School 你見到一些 有些 焦身的 這裏你見到 Stuff and Visibility Section 因為其實 這個學校多時 他都會分開 有一個門口 有些居住 也會進去的 也會有學生的入口 你見到前面 Defport Queen School 有一個名牌了 你看 這個學校就是 相當漂亮的 墜落的玻璃 門口也很閃 大家 都會見到 當然教育設施就不止這間 只不過這間 就真的最近一下 走過來 上學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 我們繼續會向前走 然後 就會見到另一個公園 Defport Ham Park 那個也是另一個大的公園 相對那個公園 其實都很熱鬧的 因為始終今天真的很天 但是就不是說 好像我們剛才 我們在那個公園 那麼厲害 就有一些風景 其實公園就在前面 大家已經看到了 沒錯 就是前面這個公園 所以其實 所有的東西 都在這個行路的範圍 其實是很舒服 而且其實 我會覺得走這邊 出去坐車 還是舒服 因為路是寬一點 而且要經過公園 因為其實 就算都是多多一個字 左右的時間 其實在外國生活 雖然今天是 很好的太陽 但其實是很好的公園 所以 真古的行路 真的 也不會說走到真水真寒 相當大的一個公園 不過很多人在在洗乾淨 還有簡單車 因為其實走完這個公園之後 就會上去 Niuquad Street 就是一個 Niuquad Street 就是一個 Niuquad Street 就是一個主要購物 消費 就是飲食 的一個集中點 剛才我們 我們結束了一個項目 走過來這邊 也有很多公園 原本打算和大家走去地址站 不過這個區 我們都想和大家提一些 就是 都有點塗鴉 因為始終是舊城區 我們會覺得 可能類似香港 鮮沙座的K11 這個最繁華的K11商場 但是附近可能會有重建大廈 那這一區 又不會有重建大廈 那麼大的地方 但是可能附近的建築物 是不是舊一點 有些是未重建的 那麼這個區域裡面 都會看到的 那麼這個可能也是 正正它將來那個 發展潛力 或者樓價升值的好處 那麼 我們不是太建議大家 去買一些近郊 或者三四線城市的 那麼剛才 我們的PowerPoint裡面 都有展示出來 就是蕭冰青 昨天的C觀點 那麼 我們老闆先生 經常倒我們米的 他是叫大家 想移民去外國 就千萬不要第一時間買樓 因為如果不小心 你去買一二三線城市的 可能是聯牌滅稅 獨立滅稅 或者是買一些差的區域 其實將來你要賣出去 就不要留 所以我們選這個項目 介紹給大家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出租的 那麼發展商之前 上城洞可能是我們收租的 那麼後邊有新冠疫情 那麼其他項目進度慢了 那麼這個盤才拿出來賣 那麼穩陣的就是 這些傳統的地區 舊城區改造 它那個租務市場是很好的 那麼將來要賣也都容易 那麼附近的成交價呢 其實都很多 大家都可以慎忙查一下 就會有的了 那麼租務的 那個租金真實的 你自己上英國倫敦的 時彈一些租樓的網站 其實查一查 那麼剛才我們給了一個 呃 呃 那你打下去呢 其實已經會知道 附近的租金 做那個真實成的 是 那麼現在我就可能 用回手機去給大家看 其實我呢 就去了 那裡的 那裡的了 那其實大家會見到 前面就叫Post Inn 那接著 那裡其實就很多一些 其實這個區呢 都是挺有歷史的 那麼我看遠望 大家會見到 Gold Smith那個字了 那麼其實我們呢 和Gold Smith那個大學呢 University 其實直望就是那個campus來的 其實有的就是 如果走到Gold Smith University 你應該也是一個字的時間 所以你見到那個區 很快看 也都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都挺有歷史的 感覺 前面那個鐘樓呢 就是個 Found Hall來的 那 那 那 就 那些字我和爸爸就會 沿著這個high street 就走回去 爸爸的前面看一下 那看到很有藝術感的 其實整個社區 那就可以跟大家說回 因為Gold Smith University 其實都是一個 藝術的一個重點的教育公司 即是大學來的 是的 那應該是 相當有個歷史 值得到 也有很大的campus 其實大家看到正面 和尊強那些就是了 其實它這個 是這個campus 這個建築比較深一點 前面這個是有一個 舊的 其實campus很大 那只不過在前面 一條街之隔 只是一條街之隔 就是一條街之隔 那我明白 明白大家要去看大學了 那 那 看看一些消費 其實你看到的餐廳 很多 很多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旺的 學校區來的 沿著去走呢 我其實想給大家看 就是 其他地方 還有一些 公司的食物 還有一些餐廳 你看到門外 放著那些食物 前面這裏 原來是 各位很關心的 究竟飲食是怎樣 還有更多的 你看到這裏全面 剪頭髮 洗容 之後 有一間 公司的食物 買一些中式的食品 都有的 所以整個社區 你就不擔心 教育 飲食 就是餐廳那些 全部都齊了 都在我們 我想大家 剛才跟我沿路 一路走過來 都會覺得很舒服 很近的 有些洗衣店 當然我們不用了 我們藍水寺 一邊都是 可以洗衣 對了 你也看到很多巴士站 沿途都是巴士站 其實在隆敦生活 是真的不用 需要駕駛的 尤其是核心血 鬆溫鬆潰 你一定會開車 你也會塞死 你也會 你也會 開車比較貴 對了 還有另一間 餐廳 很不容易 我們走多一個街口 其實就到 鐵路站 好 好 過馬路 然後 先拍我自己 好 對了 那就夠了 看看前面 繼續都是一些 餐廳 還是前面那邊 就已經是鐵路站 看看周邊 有薄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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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一定的消費力 因為其實 飲食 美薄 都是一些 很地秘 收入的東西 還有一間 薄膏 有薄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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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面 又有另一間 超級市場 其實 如果要大 超級市場 有一間 大水平 還在 我剛才 在 我轉到 去 街路站 其實如果要建造 這個地方 那裡就是大 超級市場 所以都很快 小分钟就会走到国外 所以整条街都是有很多服务的店 就是小型的店铺、小型的店铺 是可以满足你的 但是如果你要一个大型的超市市去买用品 其实转到另外一边也是有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铁路站已经在 这个铁路站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它是包括了不同的线路 就有铁路站 接铁路站 接铁路站 其实如果 刚才提过了 如果你想快一点 我看到整个社区的建筑物 那是很漂亮的 也有一间 如果大家想快速回家 其实你会看到铁路站直走 接着转回 左手边 就是一个楼盘 只不过我就是特意和大家去 走一下 Hind Street 看一下店铺 走一下公园 但其实两边都是很舒服的 前面很大的那一栋 其实就是健康中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担心 这个项目真的是一个成熟者 所以想看到的一些需要都可以满足夠 其实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部分了 好 谢谢Gracie 那 最后的几分钟 不好意思 因为应该是 它的相机 有点问题 用手握住 有点蒙 辛苦各位客户了 我们 接下来 还有其他楼盘 我们都会现楼的 或者一些楼花 我们都会安排一些 网上看楼团 跟大家去看 另外各位客户 有些客户就喜欢 个性化的 自己看的 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推出一个服务 跟支持一样的 我们都是说 一千元港币 一对一 你喜欢看哪个楼盘 跟他们说 那我们找个同事 直接去跟你现场看吧 那这个同事就完全受你的控制了 那就是你喜欢看哪里 就可以看哪里 那当然 最终我不理你 看一个本 还是看了十个本 那之后 如果你最后是找中原 我们去买楼的 那这个看楼费用 我们是退回给你的 那如果你说 哎呀 那我只是喜欢看的 那我们都欢迎的 因为现在 我们都明白 那就揮不了我去 那大家都未知 自己想怎样 那 那 未来有两个项目 我们都会准备 准备去做的 就是一个在伦敦北部 那 Hellworth 那是现楼 最大特色 两分钟到地质站 两分钟又到湿地公园 那另一个 那是传统的豪宅区 Mingleton 的Hellworth 那这个是楼花来的 那通常就是学区房 那 那英国好多出名的学校 都在这一区 那也都有一些朋友有兴趣 那我们接下来 都会很快推出 这个 另一些楼本的看楼团 那在这里 再次多谢各位朋友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可以直接找回我们的同事 那 找回我们中原的同事 那 需要楼本的资料 也都可以找回我们的同事 那 那我们会准备回给你 那如果 再提一次 那如果大家觉得 我是想自己再看楼 一个人 我自己看 那Grace 都会安排 发展商的现场介绍 那Grace 和你看 那你喜欢看公园 就看公园 你喜欢说去supermarket 啊 学校啊 或者楼本里面 那我们欢迎 那 港币1000元 看一个楼本的 那 那在这里 再次多谢各位 那对我们中原的支持 那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 随时欢迎找回我们同事 那我们会帮你 准备回所有资料的 那Grace 那多谢你 那多谢各位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online 看楼团就到这里了 那多谢 好 那大家拜拜 另外都欢迎各位 如果有问题的 那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 继续留言 或者直接找回我们的同事 那 多谢各位 拜拜 好